喂 你好 歡迎鎖定4月7號 禮拜四的中視五間新聞 我是方彥迪 這幾天下來 國內在6天就累積本土確診破千例 陳時中在上午在立法院說 接下來的每天本土確診 還可能超過1500人 蔡英文總統提接下來的 防疫大方針 就是重症清零 控管輕症 要以減災為防疫的目標 但是專家黃立民直言 台灣抗病毒藥物 只有兩萬三千多份 平均下來千人只能夠分到 一份而已 而這樣根本沒有條件談減災 本土疫情擴散看不到盡頭 已經連續六天破百例 五日上看200例 六日甚至再創281例新高峰 六天下來已經達到了1077例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疫情只是剛開始 預估半個月之內達到高峰 羅毅君更坦言 國內現在已經難以計算 不明感染鏈 有沒有可能超過1500例 可能會飆高到多少 沒有辦法很精確的 跟委員來做報告 感染者的人數加上打疫苗的人數 至少要八九成以上 這樣才能夠得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不管是百人千人甚至萬人來講 感染者的發現隔離還是需要的 陳時中不敢堅持與病毒共存 總統蔡英文則是發文表示 現階段的目標是 重症求清零 有效控管清症 台灣的防疫策略 應該持續以減災為目標 而非全面的清零 感染科權威黃黎明說 減災基本功就是打疫苗 備藥物 目前全台有16000人份 瑞德西圍 莫沙東跟輝瑞抗病毒藥物 合計7500人份 平均台灣1000人 才能分到一份抗病毒藥物 根本沒有談減災的條件 我們希望至少要人口的百分之五 因為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 人口的百分之五 其實你就接近100萬人份 指揮官陳時中6號才宣布 將放寬居家隔離規定 接下來如果有大量患者 也會啟動輕症確診者居家照護 山羽欲來豐滿樓 以目前的疫情發展來看 專家直言 在兩個月恐怕就將啟動 記者週天節王一仲 台北報導